我学佛学了六十多年 讲经教学也要五十四年了 这个年龄是应该要走的年龄了 生死有没有把握的 没有把握 外面有许许多多人批评我 要把镜空法师打倒 这个没有关系 你不打我也快要到了 我不在乎这些 可是我担心一桩事情 无量寿经汇集本不能倒啊 这个要倒掉就不得了啊 为什么 这个倒掉了 末发九千年众生 没有人能读啊 能读末发九千年众生 只有这部经啊 大家不反对这部经 反对镜空法师没关系 只要你不反对这部经 我就给你磕头 给你顶礼 你把我零吃出死 我都感激你 为什么呢 我有一个把握 那是四十八院第十八院说的 真意信 西方有极乐世界 真意信有阿弥陀佛 真正伐愿求生 临终一念十念 决定得生 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 他后头还有一句话说 唯处无逆是我 毁谤大臣 可是这句话呢 黄念族注决里头 引用 二祖 善道大司的话解释 善道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善道所说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善道大司怎么说 他说 阿弥陀佛说这个话 是不得已而说出来的 为什么呢 无逆使我回望大臣的罪太重了 那是堕无间地狱的 无间地狱进去容易 出来没不容易 没法子出来呀 所以劝人不要造这个重业 不失不失肉业 那这个话就合了 那换一句话说 造这种重业的人 只要你灵命中时 认错 我错了 我忏悔 我后不再造了 我现在念佛求生净土 到极乐世界去 阿弥陀佛还是借用我们去 这个我相信 我一点都不怀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能不能不再搞轮回了 能啊 阿弥陀佛